台灣島是大日本帝國的新的領土 在這個高山辺裡 淋山、豪物、無限的資源 空間 第一次看是那個邱肉龍的漫畫 看完就是熱血 哇 台灣有這個事情 這是史詩啊 這是很棒的一個故事啊 有那個心想要進去寫這些故事的時候 然後就會去查更多的資料 都會覺得這是一個不但是死事而已 就是讓人會感受到 不同文化衝擊下的一種驕傲 它不是傳統的英雄主義 是爭取身體自由的英雄主義 它是一個爭取靈魂自由的英雄主義 那這種東西我就會覺得 哇 更精彩了 那是不同於以往 我可以這麼說了 帥德克巴萊這個隊伍呢 可以說是台灣的電影以來 是拍出了一部真正的 史詩版的一個電影 看了以後不得不讓我佩服 我除了佩服小偉 他的導演功力之外 還有這個也還醒了很多 我們曾經遺忘了一個非常重要的一段 發生在台灣本土的一個歷史 雖然這個是講一個原住民的一個故事 但是我覺得小偉他可以把一個小的故事發展出一個想成人類的故事 我相信其他的人看了都會感動 看得出一位導演他能夠拍出一個故事 第一不是我們所熟識的語言 還有那些演員不是我們一般所看到的一些所謂明星或者是大牌 他作為一個不是同一個文化背景 不是同一個種族的一個導演來講的 他所拍出來的東西你不會感覺到 好像一個外國人在拍一個外國的故事 而是你看了以後你會覺得這個導演好像帶他在講他心裡面的故事 每一個畫面都是有一個設計在裡面 都有一個心意在裡面 而這份心意 那份意境是由很多不同部門的人帶在一起做出來的 你可以在這個系列才感覺到 我才能歸到那些眉目報道 都沒有答應 你不是吧 你不是吧 不是吧 我會見你 Zoe 媽媽 我不能走 你不是吧 糟糕